辣眼睛 真是辣眼睛 谁也想不到 手身如玉的峨眉派弟子吉小福 被杨潇强行做人工呼吸之后 竟然一发不可收拾 深深爱上了比自己大二十岁的魔教男子 而且至死都不后悔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何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原来就在几天前 吉小福跟师父灭绝师太和两位师姐 一起来到天鹰教抢夺屠龙刀 结果中了埋伏 灭绝师太当场受伤 导致以天剑落入敌手 吉小福也被天鹰教二当家鹰野王生情 鹰野王老大不小了 至今还是光棍一个 他见吉小福有几分姿色 就想带到自己住处 慢慢享用 不料这一幕正好被流速在天鹰教的杨潇看见 望着吉小福那无助又深情的目光 杨潇不惊起了恻隐之心 他知道此等美人落在鹰野王手中 肯定被糟蹋了 于是就在鹰野王正要霸王硬上弓之时 杨潇从背后突然将其打晕 救下吉小福 随后二人来到一间破庙赞主 为了缓和气氛 杨潇故作姿态地说 在接下来的谈话过程中 杨潇听吉小福说以天剑在天鹰教 觉得这是一个重振明教的大好时机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就去找鹰天正所要宝物 以天剑乃是武林之宝 与屠龙刀齐名 鹰天正自然不会拱手相让 双方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便在这时 吉小福和鹰野王一前一后也来到这里 看到父亲见落下风 鹰野王突然置出两只毒标 偷袭杨潇 吉小福见状 急忙冲过去 替他挡下毒标 美女的舍命相救 让杨潇深受感动 他抱着吉小福再次来到那间破庙赞主 此时毒性已经发作 吉小福面色发黑 深深感到寒冷难耐 杨潇伸手去摸他额头 不料却出现状况 单身了大半辈子的杨潇 第一次跟女人亲密接触 瞬间体会到电流机身的感觉 而这一幕 却被吉小福的视姐丁敏君看在眼里 好在他是证人君子 即使躺在美女身边几个小时 也没有做出越轨之事 可是当吉小福苏醒过来时 他还是挨了重重一巴掌 但杨潇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陪吉小福去找鹰野王要解药 由于抢救吉时 吉小福身体恢复如初 他摸着自己温润的脸颊 开心地笑了 可就在这时 丁敏君突然造访 让他趁杨潇不备之时 用毒药害死杨潇 夺回以天剑 吉小福虽然不忍心害杨潇 但他也不敢违抗失命 在丁敏君的监视下 他只好听话照做 趁杨潇出去的时候 将要到尽他那碗稀饭里 接下来的事情似乎很顺利 杨潇狼吞虎咽地吃完 就倒下了 以天剑拿回来了 可是吉小福却感到 深深的愧疚与自责 他觉得自己恩将仇报 丧尽天良 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想投何自尽 不料杨潇突然飞升而起 及时将他救下 原来杨潇并没有昏迷 他知道吉小福下了药 也知道这是灭绝失态的意思 而他之所以假装昏迷 就是为了让吉小福拿回一天剑 向师父交差 一个为了爱情舍弃武林至宝 一个为了爱情甚至甘愿赴死 经此一事 二人终于感受到了彼此的真心 于是激情相拥 上演了开头那出好戏 当天晚上 他们就在那间破庙里 做了夫妻之事 后面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吉小福与杨潇之间的爱 虽然是两情相悦 但他们毕竟身份悬殊 俄眉派与明教本就正邪不两立 再加上吉小福在认识杨潇之前 就已经跟武当派弟子英里挺有婚约 他与杨潇偷视近过 不仅违背了俄眉派的清规戒律 而且还有赋予武当 因此 他们注定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后来他们的私情曝光 灭绝失态以此为要挟 逼迫吉小福去刺杀杨潇 结果被断然拒绝 灭绝一怒之下 一掌拍死自己的爱徒 尽管如此 吉小福仍死而无憾 他给女儿取名不悔 早已全失了一切